OK OK 好 好 但是等一下你們不可以去騷擾陳佩琪喔 好 好來來 對準中央線 好 一人只能問一題 主席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因為蔡碧如在節目上就是也認為說 黃先生應該要辭立委負責 而且他說如果他在進辦的話 就不會讓這些事情發生 怎麼看蔡碧如這個說法 沒有 大家對台灣民眾黨都有一個 一種怎麼講 就有這種喜愛 才會來參加這個黨 所以大家對他有很高的期望 不過我想是這樣 我認為每個人都盡力 其實你看我們這幾天的同仁多辛苦 原來的工作要做 現在還要影印18萬份的收據 還有支出 整個辦公室都亂掉了 所以我今天還是去 去把整個團隊組織起來 誰做什麼 還是要弄好 所以結論是這樣 在這個時候 就先不要討論究責的話 我們總是先把問題先解決 現在這個中華民國的效率突然變高 一下子那個監察院也要來 東西都被調查局拿去了 監察院又來了 叫我們要交什麼東西 那東西還在調查局 還是跑去調查局還要再檢查 還要再去想辦法去把這個資料整理 所以結束 在這個混亂的時刻 大家先穩住正腳 先把問題解決 至於什麼究責那個 後面再來處理 不過今天早上11點的時候 就要開中評會了 那麼現在黨內是不是有一點的 中評委的聲音是說 希望可以讓黃珊珊聽權 不過好像說主委這邊覺得 好像不太妥當 那是不是有這個要把黃珊珊 氣李文宗的意味 就是這樣啦 團隊裡面一定會有各種聲音 這我也覺得 就像我們在差異煩惱在討論 但是這樣啦 我們中評會還是一個獨立的機構 那我們也不好說去干涉太多 那所以到時候我們就尊重 中評會的一些判決 不然整個還是要有一個制度 不然在過程當中一定會有各種聲音 所以沒辦法 我們看專木正說不想成為民眾黨反的餘文 就是不想當替罪羔羊的意思 就是這樣啦 其實喔 這種 我也不想多說什麼 就是這樣啦 既然 既然都提告 其實我一開始我也不喜歡提告 我還是說能夠大家 一起出來共同認錯 道歉就算了 但是顯然 每個人都會想要把他的過錯降到最低 其實我覺得雙方都有錯啦 不然那邊登仔不死 但是我們這邊總會連一個 double check 都沒有 才讓這件事情發生 所以還是這樣啦 既然事情發生了 我們就走一個法律程序把它結束掉 我們還是要面對新的生活 你現在怎麼看現在前六位羅書 認為說這些案子都是MG149的版本 這MG149跟著不一樣啦 這個 這個喔 哪壺不提提哪壺你知道 他不出來講我們都忘掉它的存在 你知道嗎 這個就算了 MG149是這樣 那個是台大醫院的一個制度 而且我跟你講 當年MG149齁 在處理上最困難的地方在哪裡 MG149它是第 MG第149號 MG有400多號 從001到400多號 你400多號只挑一個帳戶出來處理 那這當然會出問題嘛 你要擴大 所以是這樣啦 這個 這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事件 這個MG149它是一個 台大醫院的一個 傳統以來的制度 那今天這個是我們 的確啦 大家 我們也沒有參加過總統大選 那第一次 那會議事好像也沒有報過這種政治獻金 申報政治獻金 所以都是第一次啦 所以有時候犯到一些錯誤啦 這個是 是不應該啦 但是 但是也是 可以預期真的有可能發生 好 就這樣 所以那個李文中在記者會上 就說很不責任的說我不知道 然後被網友調侃 然後昨天蔡壁如也嗆說 這樣說法就是渣男 那你會覺得這樣說法好像渣男 就是怎麼可以說 對 這個我猜啦 2024年那個十大金句 這一句話一定會是其中一句 這個 當然是這樣啦 我們也知道他平常開玩笑 他常常就是講那個冷面笑話 你知道 問題是 在那種嚴肅的場還講這種冷面笑話 你知道 就當然就 當然就真的會變得很好笑 我想那個 這個真的2024十大金句 那 不過這樣啦 一樣 這個都一樣 有時候人平常的習慣 他平常講冷笑話講習慣 到那個場還在講冷笑話 當然出問題 會不會有點懷念蔡壁如也 因為他可能廣播的時候 有特別拿出來說 如果是他 他會棄居保帥 沒有啦 不要這樣講 棄居保帥 每個人都要好好保存 這個 這個 再講一遍 在這個時候 不要再彼此爭怪 彼此怪來怪去 先把問題先解決掉 我們今天那個檢察院資料還在整理 也就很麻煩 那有跟蔡壁如連絡過嗎 在事情發生之後 那接下來會不會找壁如姐回來 本身沒有聯絡啦 但是他的一些助理來 我們還是有接觸到 那今天是佩琪醫生 大概跟他們的助理有聊什麼 沒有啦 一樣嘛 很多工作還在做 這個中部地區的黨務工作 要什麼推 我助理要顧及的 這個還是 每天還是有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工作 那今天佩琪醫生生日 有要幫他慶生或什麼驚喜嗎 啊 這個 現在 現在每天都是驚喜的 還有什麼驚喜 那你會不會擔心 那你會認為說 那個金華城案可能下一個約談的就是您 那您現在對於這個彭震生 現在被限制出進出還有什麼看法 金華城這個齁 第一點齁 台北市長不會針對單一個案去下職老期 或是去干預 這反而會出問題 這件事情後來我們 我有事後去查過 就是說 那我們就是 議員有陳情 我們就交都法局處理 如果他們都法局有想要公展 那我們依法就是說 公展就是說 都法局有個計畫 要公開展示一個月 看當地的軍員有沒有意見 就這樣 我發現我只有蓋了兩個帳 還是三個帳 那剩下的 就是都市計畫委員會 都市設計委員會 專案小組 他們都去處理 我都沒有再去撥文 所以是這樣 本身身被限制出境 我覺得蠻奇怪 他也是做一個大會的主持人 這個也要裡面每個委員都同意 這案子才會過 所以他也是主持會的人 這也沒有什麼 所以我是無法理解 他為什麼要被限制出境 那對於對我來講是這樣 如果司法是公明的 那傳訊勞就傳訊勞 趕快把這事情釐清掉 從幾月三月到現在 我看都快要半年了 每天看call in節目 都覺得奇怪 我好像快要被抓去關了 真的 還講什麼八月我生日那天要怎樣 每天這樣媒體名嘴 廢身廢影 到現在也不曉得查到什麼東西 所以結論是這樣 那個什麼三大案 要問就趕快來問 趕快大家不要讓整個社會 每天這樣 台灣社會有很多要做的事情 每天為了這種小事 再 怎麼講 正式不幹 做我們幹這個 這不太好 我想問一個 像有些競選經費 會不會覺得是花太多 像傳出說的那個900多萬的面積 連蔡壁如說 那個到最後都發不出 這個是這樣 這個要看細項才知道 買多少量 我想單一面值 大概不會那麼多 他應該還有什麼菜瓜布 什麼那些 選舉期間 全台灣 所有的志工在幫我們發什麼面值 那些 其實真的要全部算錢 應該量不小 這個 所以這個 還有一點 選舉期間 因為常常很緊急 而且又單一事件 所以你說那個 那個價錢要 要有更事 民眾黨政治現金的風暴 您現在看到的是 柯文哲今天早上的最新回應 針對了 昔日愛將蔡壁如嗆黃聲聲 他認為呢 是要把當前的問題解決 不是先討論究責 你今天也去查了 今天剛剛講的 木可公司的人 他的錢 就是掛在了這個 所謂的淨總 淨總之後 等於你已經選舉完了 還繼續理淨總的錢 而且你還講 是零很多很多很多錢 因為昨天晚上 我們看到新聞畫面 我們就在好奇說 這個何愛婷 這個大概30出頭歲的小女生 二三十歲 那他為什麼會從證人 變成被告 而且五十萬交保 他的角色一定是非常 就這個小女生 對 就是他 他的角色一定非常的關鍵 所以我後來我就去查了說 那為什麼法官這邊會讓他 從證人變被告 結果不查還好 一查不得了 怎麼樣 因為柯文哲競選總部的支出 薪資的申報 竟然發現有九筆高達五十一萬 加總起來是這個 何愛婷小姐所領走的 可是大家要知道喔 媒體上面報導是 他是木可公關公司的 記帳人員 那他的薪水怎麼會是由 柯文哲競總來支出呢 這個非常的不合理 也非常荒謬 大家記不記得 還有過去我們討論過 一個人叫做李婉軒 他的薪水也是由這個 競總支出 所以競總養木可的人 不是養一個是 至少現在有兩個了 至少好幾個嘛 然後錢都是禁總在出嘛 錢都是木可公司在賺嘛 再來齁 我們還有看到一個是什麼呢 他竟然還有回捐 他領了五十一萬的薪水 結果在選前三週 也就是去年的年底十二月的時候 他就捐了一筆十萬塊進去 柯文哲的禁總 結果我又去查了說 那到底這些關鍵的人物 還有誰有捐 結果發現 李文忠也捐 捐了十萬塊 他的妹妹李文娟 捐了五萬塊 大家知道嗎 李文娟應該算是這個 何愛婷的主管嘛 對不對 那他應該捐比較多 他應該捐比較多 結果何愛婷捐得比李文娟還要多 而且多一倍 多一倍 那我就覺得說 而且我覺得這個何愛婷小姐 其實也蠻可憐的 你做一個工作 你可能是人家的人頭 結果昨天還要再花五十萬交保 對 那你這樣子一個小女生 你的未來要怎麼辦 柯文哲 你要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你也選舉過 你也過去幫忙選舉過 是 有張這麼亂的嗎 第一個 一家公司的錢 一家公司的人 你都掛在靖總 靖總給你高薪 給你高薪之後 我給你的錢之後 你再回捐給靖總 過去以大型選舉的概念 比如說可能民進黨的黨中央 發現說 靖總可能人緣不足 我們可能會說 從中央黨部派黨工去做資源 這個是很常見到的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說 是由一間民間公司 然後呢 在記帳啊等等的 結果錢是由競選總部來自印的 這個叫做 左手換右手 所以大家當然就會懷疑說 那你這 為什麼每一次都是那麼巧合 又都是這一間木可公關公司 我在跟大家說 我有整理了一個表格 就是說 跟木可公關公司相關的這些 費用的部分 在所有跟木可公關公司相關的經費 竟然就高達至少 4140萬以上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電視牆的畫面 其中有一筆我覺得非常 兩筆有很可疑啊 一筆叫做112年6月20號 它有一個製作費高達多少 166萬但是製作了什麼 不知道 再來看到最底下 在選前選後了喔 已經是1月25號了 選戰都結束了 還跟木可公司採購了商品一批 562萬耶 那麼多耶 你到底採購了什麼商品一批 所以你這些錢難道不用交代清楚嗎 我們當然會去懷疑說 木可公司為什麼現在對於檢調人員來說 要去拼湊出相關的證據 相關的證人 都應該把這些金流 一一的把它查清楚 你昨天提議人家在科競選總部 跟這個木可公司合作 合作了你說說 怎麼會有授權金 授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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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能有授權金 照著講你用我的商標 你用我的頭像 你用我的KP兩個字 照著講你應該給我授權金 怎麼可能我給你授權金 你還提議人家說 會不會阿伯在做搞洗錢 阿伯在掏工整個競選總部 人家今天就有解釋 而且是用台灣民眾黨的新聞稿 人家新聞稿講說 我的政治現金 申報給木可的授權金 是授權 木可可以貸管管理的成本費用 我要寄東西 我要送貨 我要禮貨 我要倉儲 我要客服 這麼多錢都要錢的 帮你跟五塊五塊 我們全部都五塊了 他說什麼 授權金 一般人家的概念理解 授權金應該是什麼 就是說我的版權 我的肖像 比如說迪士尼 要把米老鼠印在T恤上 你要不要跟他買授權金 授權金 對 這是我們傳統定義的嘛 所以我要唱周杰倫的歌 我也要給周杰倫授權金 對 不用我們現在唱多少 不行 就不行 對不對 因為我們沒有買版權 結果他說不是 我的授權的意思是說 我今天呢把東西呢 全部交給他代管 那小物啊 物流啊 倉儲啊 他幫我代賣 所以呢我總共呢 零零種種 匯了一千三百萬給他 好 寶健康 我們先且信為真這個概念 來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張圖 所以他總共有什麼 授權金一筆 兩百五十萬 然後呢我們講了 商品授權使用費 商品使用授權費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兩個文字要顛倒來 但是都一樣的意思 最後再一筆授權金 四百五十萬 加起來一千三百萬 那理論上來講 柯文哲叫他們做這些事情 給他這麼多錢 他應該要賺非常多錢嘛 對不對 寶劉你知道賺多少錢嗎 賺多少錢 我算過了 來咖啡啦 服飾啦 然後李林中總 什麼咖啡禮盒 咖啡授權 然後製作這個物品 加起來我跟講 他總共賣出去的東西 只有四百萬而已 所以有這個道理嗎 寶健康 我給你一千三百萬 拜託你幫我做商品 賣商品 結果你最後 只賣四百萬 你賣出去只有四百萬 我們先講阿伯的咖啡包 阿伯的這個杯子 阿伯所謂的這個桌店 滑鼠店 只賣了四百萬 對 那更怪的來了 各位好 你說我授權給你 希望你幫我做競選小物 對不對 那怎麼又會有這個競選物品的 這種費用又跑出來了 那怎麼又有奇奇怪怪的 製作費一試 然後不知道你到底要製作什麼 跑出來 怎麼又會有我們講 商品一批又跑出來了 因為這些都是很外付的錢阿 那理論上來講 我授權給你 叫你處理這些事情 就直接買斷阿 對不對 那怎麼會這樣子 你連胖卡宣傳車的 租賃費用都要付 對 而且我真的很好奇耶 五六二二九百塊 然後商品一批到底是什麼意思 再來寶健康 我們講了 如果他是授權把這些東西 全部給募可對不對 叫你幫我處理 幫我弄競選小物對不對 那募可理論上賺了四千萬 他應該一定要做一件事 你知道什麼事情嗎 回券 對吧 我是授權 可以請你代管幫我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你最後的營利 是不是有一部分 要全部撥給我民眾黨做實用 所以你說關鍵字眼出來了 導播再開這個字眼 今天台灣民眾黨想要解釋 為什麼我要給你搜權金 如果要給你搜權金 就代表募可只是一個代管公司 代為管理 如果是代為管理的話 那我們就要為下面一件事情 那你賺的所有錢 那不應該是民眾黨的嗎 對嘛 我給你一千三百萬 我當然是希望這個一千三百萬 會變大變三千九百萬對不對 然後還給我嘛 那保德哥來 我們來一個好問題 你猜猜看 最後募可公司還給柯文哲多少錢 多少錢 零塊 沒有 我查過了 一毛都沒有還給他 有 有一次募可公司良心發現的 可能想說我吃了柯文哲這麼多錢 我應該還一點點給他吧 他寄了一百萬過去 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退還 柯文哲太慷慨了 一百萬不用啦 拿去看醫生 就是還還回去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一毛都沒有給 這個所謂的競選總部 沒有給民眾黨的話 那叫什麼代管費用 那等於說這個募可公司太好賺錢了 今天我所有的成本 你今天既選總部幫我cover 今天賺的所有的錢到我的口袋裡面 天底下有人這樣做生意的嗎 所以保倫我都想認識柯文哲 我都在想一件事情 我如果認識柯文哲 柯文哲說 我跟你講給你一千三百萬 我授權你幫我處理商品 然後我說那我商品賣掉所得怎麼辦 你自己留在荷包裡面就好了 都不用給我啦 什麼意思 他把他的肖像權給我 他把他的商品給我 他花錢給我 那我賺哪個錢 還是我自己的 太好康了吧 而且我把錢給我跟妳講 那商品賣有夠貴 我們以前是不是有講扁帽 對 講一些什麼工廠 那為什麼我要舉這個例子 扁帽也好 小英商號也好 他們最主要目的是什麼 不是影片 宣傳 對他們目的是在做政治宣傳 能夠讓蔡英文的東西 能夠讓陳穗北的東西 被越多人看到越好 但柯文哲這個不是喔 來你看喔 他就是一個小小的KP 然後甚至有什麼七點半 然後加這個愛 我想蕭茶應援都一個賣 790 一個賣990 那很貴耶 當然很貴 甚至更貴是什麼 他的咖啡 我最受不了是他的咖啡 那你看喔 咖啡杯一個多少 賣590 這也不便宜耶 但保留哥我跟你講最貴的是咖啡 因為為什麼 他綠掛式的一包咖啡 可能50到60塊 你有看過一包5060塊的綠掛式嗎 而且我問一下 咖啡能有宣傳效果嗎 沒有 我買牙 我在家裡 我抱了垃圾丟垃圾桶 我要怎麼宣傳 所以說 所以說照理講 一般來講我是賣帽子 我賣衣服 我賣杯子 上面丟我的logo 有我的mark 我可以拿來拿去以後 證明第一個 我喜歡柯P 還有讓幫我變成我的宣傳 對嘛 這又不是啊 他賣的東西都不都是為了一個目的 就是我要盈利 但盈利呢 也不是民眾黨賺錢 也不是柯文哲賺錢 是木可賺錢 是一家私人公司賺錢 那木可的董事長到底是誰 原來是柯文哲高中同學 他是叫做李文中 過去呢 曾經我們講的 還當過北捷的董事長 那他是由他的妹妹 各位 不是李文中 是他的妹妹 李文娟出來說 但我就只有一個去話要問啊 你民眾黨 幹嘛幫私人公司講那麼多 因為講了老半天 從頭到尾 你又沒有賺到爸爸的錢 你那麼激動要幹嘛 不是 第一個就是 這個授權費 如果你今天用了柯文哲的銷子 你用柯文哲KP的這個資項 你到底有沒有給柯文哲的錢 到底這柯文哲給你錢 還是你給柯文哲的錢 好 如果今天你說 我是因為 你把我帶回管理 帶回管理 我要禮貨 我要寄貨 我要送貨 我要倉儲 我要客服 這麼多錢就代表 你根本就是我的子公司 我幫你cover所有的成本 那你賺的錢不應該給我嗎 沒有 我們也非常好奇 那賺的錢到底跑到哪裡去了 對 一毛都沒有給柯文哲 所以我跟各位講 保健康這個好問題 坦白說 全世界現在沒有任何人知道 只有李文中跟李文娟知道 只有柯文哲知道 鬼知道 那私人公司 難怪有人想說 這個是黑龍誰都 這是無鬼搬運 這是把競選總部的錢 洗到了木可公司 那木可公司 最用的錢呢 對 保健康最可怕的是什麼 它總共已經有四千萬過去了 但你要想想看 因為你打開柯文哲 所有的官網裡面 他都跟你講說 趕快來 donate給我們 贊助我們 來支持我們 結果點進去 每個都跑到木可商店去 所以他們就講說 除了說我們剛才講 這個洗錢恐怕 很有大的問題 很有可能會中獎之外 最主要是什麼 他這個明明法條很清楚 柯文哲也很清楚 因為有什麼 他只能收受政治獻金啊 黨費啊 補助金啊 或者是提供出版品 宣傳品 換言之 這些錢理論上來講 對 好 你說我這就是出版品 宣傳品 那他這個錢金流 應該要進到哪裡面 政黨裡面 強迫喔 我不是開玩笑喔各位 是強制喔 你政黨要賣東西 沒有人說不可以喔 但你最後一定要進到政黨裡面 你不能這樣胡搞喔 你不能說最後就放到外面 然後自己還可以提款卡 ATM插下去零五千塊 出來買個咖啡 插下去三千塊再拿出來 所以我們剛才一直在講 你仔細看這個帳喔 我們剛才不講不知道 你仔細研究 你會發現很怪 第一個影音製作專案 首款兩百五十萬 好 這個我來給你過 製作費一百一六十六萬 零八四八 製作什麼 不知道 製作什麼不知道 再來胖卡宣傳這注定 然後我就問一個簡單問題 就好了 木可公司旗下有沒有產權登記說 你有胖卡車 如果沒有的話這到底是什麼鬼 什麼意思 我今天民眾哪要租胖卡車 我笨笨 我不會租胖卡車 所以我把錢交給木可公司 然後讓他賺一手之後 然後木可公司再去幫我找胖卡車 難道是這樣子嗎 來製作性選物品 咖啡禮盒 服飾等等 你想要重點了 木可公司如果沒有胖卡宣傳車 那他拿什麼去租給人家 用誰來跟他租 那租的這個錢 不是買空賣 人家是買空賣空 你是賣空買空 更扯 他還有更扯 你看胖卡這個至少 還有寫一個名詞出來 他這個直接不跟你演了 租車費 他就租車費120萬 你有車可以租人家嗎 不是 對 他會說租車費120萬 木可公司可以做租車費 對 輕盈租車事務 對 我就問你吧 你身上有沒有登記 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帳目 我坦白講 從頭到尾 我就覺得越看越奇怪 到底是真的假的 說清楚講明白 好 所以慧城 這到底怎麼回事 是 保洁哥 我跟你講 現在我們大概先理一下 就是一般的政治人物 他們通常是 譬如說選舉的時候 我有政治收現金 然後你捐錢給我對不對 我會給你一個小物 譬如說毛巾這一些 異數異數 異數異數 這個東西是我請人 製作廠商做完 然後做完 但是所有錢 全部都賜到我這個政治帳戶裡面 然後另外一種 就是說扁貌工廠 就是說你所有的這些小物 直接跟扁貌工廠買 賺的也是扁貌工廠的 但是扁貌工廠 可能到最後會用政治信心的方式 再捐給我阿扁 或是其他的方式 現在最可 最奇怪的一件事情是 這個科評在弄這件事情 是兩個混在一起的 怎麼說 好 重點是 他這個錢不清不楚 我跟你講 我甚至懷疑整個這一張 全部都是造假的 我們來講 我們就來講 譬如說你說咖啡盒 中秋禮盒 入咖啡禮盒這些東西 我問你 既然木可公司已經有電商平台 小草要買咖啡 錢應該是直接進的 他覺得小草都直接買 對 直接木可公司 請問一下你競選總部 為什麼買了1300多萬的咖啡 跟衣服跟這些東西 你又不是賣給小草的 小草是直接跟木可買耶 那你這些競選總部 你買這些東西你要幹嘛 你要幹嘛 你能送嗎 對 不能送啊 因為送的話不能超過30塊 超過30塊就會選啊 所以現在他先拼湊這些 你買了110幾萬的咖啡禮盒 你買了122萬的咖啡 你買了250萬的衣服 你買這些東西幹嘛 我問你 你幹嘛 是不是 是不是很奇怪 而且我再問一句 所以剛剛宇軒本來認為 中間有問你是那1300多萬的 授權金有問題 你是覺得這4000多萬都有問題 是啊 這4000多萬都可能是洗錢 這4000多萬都有可能是 掏空競選總部的錢 是把競選總部的錢 歐龍世道掃出來的 對啊 因為我就說嘛 小草如果要買咖啡 要買衣服 錢是進到木可公司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他們競選總部的錢 虧錢給一個木可公司的 那我問你 你沒事 你又不是說人家錢 直接進到你的那個 進總部 然後你就買斷 然後再送 不是啊 因為你已經有木可公司了嘛 所以如果木可只是你的代工廠 你今天所有的訂貨買貨 都在競選總部 那合理 那我就等於說 我今天付給木可公關公司 你那個成本 我該給你的成本 該給你的錢 沒有 可是不對啊 對啊 我們看到的是 你不管是要捐錢 不管是要買東西 都是跟木可公關買啊 然後第二件事情 既然你競選總部 你買了1000多萬的 加起來大概1000多萬的 這些什麼咖啡衣服這些 那你這些東西是拿去送人嗎 還是從頭到尾都沒有這些衣服 這根本只是數字來數字去 誰會知道 不然你現在 你的競選總 因為小草要買都直接 跟木可直接買了喔 那你競選總部 那木可公司多肥啊 小草一批錢進到木可公司 你要買咖啡 你要買咖啡杯 你要買咖啡杯 你要買衣服 你要買任何東西 木可公司已經收了一筆帳 對 收完一筆帳之後 阿伯用這麼好 阿伯用這麼多東西 又進到木可公司 對 而且我問你喔 這個他阿伯用買了 1000多多東西的衣服咖啡 給木可公司對不對 那木可公司有沒有出貨 誰知道 他有沒有出貨誰知道 好 那再來 因為木可公司 是民營企業公司 木可公司 到底光是阿伯這一團選舉 賺了多少錢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現在我跟你講 我覺得整個都一團很奇怪 可是犯法嗎 我個人覺得 因為你知道我們在跑 財經營一二十年 那個世聰哥也跑很久 你有看過這種賬嗎 更何況 我跟你講 他整件事情很奇怪 就是我剛剛不是說嗎 選舉就兩種 一種就是我買斷 你只是我待工廠 那如果是我買斷 你只是我待工廠 怎麼會有授權費這件事情 所以授權費這件事情 已經很奇怪 就矛盾了 對 那如果你是走第二種 就是扁帽工廠這一種 那授權費也是應該你給阿扁 也不是人家扁帽 那個是完全沒有授權費的問題 可是如果你是走第二種的話 根本就不會有買咖啡這件事情 因為要買的人 就直接跟扁帽買啦 就直接跟木殼買啦 所以他把兩個東西 換在一起耶 所以你什麼賬都給 什麼錢都給用 我大膽揣測 你這個一千多萬買咖啡買衣服的 根本也只是帳上數字往來 你如果真的有這個東西買 如果有的話 那你也不能送嘛 那人家小草也是買嘛 所以我現在覺得這個很奇怪 再來 保健哥你以為只到這裡嗎 沒有嗎 我跟你講他誇張得還在後面 最誇張我個人認為這是最誇張 怎麼樣誇張 你看喔他說 這個所謂的授權金 是帶什麼禮貨啦 寄貨啦 送貨 倉儲客服 然後是屬於是授權 實為委託作業管理對不對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另外一張是有一個 邱小姐她在2023年12月9號的時候 對她12月9號那時候還在選舉喔 她說什麼 大家好我是邱某某 今年26歲 我跟我朋友 講白她們就是小草啦 她們跟她的夥伴 成立了一家叫 麗鼎整合行銷公司 她們從8月1號開始 跟木可公司合作 製作主席的桌邊商品 我們難過開發設計採購銷售 我也經手木可商品公司 上架及擬定配套組合 相關社群建制喔 那我問你 所有東西都是這家 麗鼎公司在做的 請問你木可公司做什麼 你到底做什麼 而且我跟你講 而且這是2023年12月9號 當時他們認為我是做對的事情 還很驕傲的把這個弄出來 結果現在變成呈堂正共 寶傑哥你知道為什麼PO這個嗎 因為所有 因為他是設計什麼的 所有他發包給人家衣服 買茶葉這些 他們先帶電錢的 他們這個團隊先帶電錢的 他發這個文的時候是說 我們已經帶電到 我們已經沒有錢了 我們跟家人借錢來弄這個 然後他說他為了貨款的是 跟你木可公司的一個 李什麼小姐 反正李宣可還是李可宣小姐 他說我與團隊無所不用其極 湊出大部分的款項先行澱付 然後他還造成各種問題的時候 我們承擔了大部分的成本 然後再來他說 我們跟你這個木可公司的 李婉宣小姐還有夥伴洽談 結果到後來你已讀不回 不讀不回 所以等於是到最後 你知道這個小 這個他們為什麼PO這個 還是欺別人 等於他欠人家貨款 我們您好看 這幾個字下 絕對 有 escEN 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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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